好 柯文哲現在人被縮壓中 那麼妻子陳貝琪昨天是給了特定媒體來接受專訪 要來個直球對決 那麼當中大家就很好奇啦 包括這USB當中的小省1500 現在傳出這個簡聯搜索過程 主要就是因為查到柯文哲有一誌 USB記載 2022 10月1號小省1500審慶金 那為了盡快離境這個部分 檢調單位密集提訓了柯文哲 問他這個1500到底是時間還是金錢 柯文哲強調說數字只是行程 但是當檢方質疑他當天 不是有不公開的行程嗎 那柯文哲則回應我們改齊了啊 就連這省慶金被提訊的時候 他則說忘記兩年前的事 請調出我當時人在哪好嗎 那麼柯文哲當天行程呢 其實先前也被媒體翻出 其實並沒有公開行程的 他從下午的2點到5點 在這個時任北市民政局長 藍世聰的陪同夏他是到 這個拜會的行程是到了 大同中正區的里長行程來拜會 那整個行程當中呢 其實也沒看到省慶金出現 因此1500也被認為 並非所指的時間 那對此陳佩奇的說法呢 我們看到